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日前有一名孕妇怀孕36周的时候确诊 因为腹部剧痛被送到了花莲慈悸医院 妇产科的医师评估需要紧急的进行剖妇产 而透过院方专折病房妇儿科的绿色通道 顺利的在妇押手术室接生母子均安 新生的男宝宝核酸检测之后为阴性 慈激医院表示根据临床结果分析 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有可能会增加早产的风险 当时妇产部产科主任进行了相关的评估 考量妇人的子宫频繁收缩有糖尿病 胎儿3000公克体型较大 于是紧急安排剖妇生产手术 我们医院备有妇药手术是已经很久了 那为了疫情 因为这疫情快两年了 我们也经过研练 那事实上也尝试过在护药手术室里面 做过一些手术 所以其实我们对确诊的产物 我们是早有做准备 急诊时医护人员都必须穿戴全套的防护措施 进行各项的检查 为了顾及防疫的要求 原本只需要半小时的检查 团队花了三倍时间才完成 妈妈是因为有确诊者确定身份之后 然后加上有产照 所以转到我们医院做婆妇生产 那主要是因为妈妈是前胎婆妇 然后本身又是糖尿病的患者 加上小朋友有一点 大概36周有遭残的情况 那出生后就是加上这些多重因素情形 所以她呼吸状况有比较缓慢 所以那目前来讲就是在 后续在训练她脱离筋笔的呼吸器 所以还在加务病房密切的观察跟治疗当中 检查之后当天凌晨6点 顺利在负压手术室 完成花莲首例的确诊孕妇婆妇生产手术 并产下一名男宝宝 记者林杰花莲室采访报导